大家知道现在直播非常的火 大家也知道现在微电影和短视频也非常的火 那么短视频和微电影所有这些包含直播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灯光 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灯光 那在我们最常规的灯光的曝光方法中呢 给一个人曝光需要三支灯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套装 这是瑞英新推出的一个三灯套装 它们分别是SO-68TD和SO-48TD 这三支灯呢我们会把68TD设置为主光 也就是现在在我的左侧它是我的主光 然后呢还有一个右侧呢还有一个辅光 另外呢就是我的发际或者轮廓光 那么它是我的轮廓光 一共是三支灯 那么在常规的曝光就是这样的 我们三支灯很好的能够进行采访 或者是包含您做一些直播 或者是演讲 或者是室内的这种短视频的拍摄 都可以是很方便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介绍一下 这三支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详细看一下 这是三支灯的一些参数 这三支灯呢统一采用了新一代的LED导光板技术 看不到任何灯珠不刺眼 还能美颜 因为它的光线非常的细腻和柔和均匀 这三支灯的色温呢是可以调节的 而且是无极调节 那么它能够在3000K到5600K之间呢 进行无极调节 非常的均匀 那么另外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调节色温的时候 它的亮度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那这一点是在润银上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更新 以前呢我们经常见到一些灯光呢 在调节色温的时候 它的整个的亮度会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润银一直延续了 它有一个2.4G无线电控制的方式 就是用任何其中一支灯就可以控制另外多支灯 那么可以控制多少呢 它可以同时控制1000支以上的灯光 这支灯呢在整个的使用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最适合拍摄一些 比如说因为柔和的光线 我们可以拍一些美女 另外还能够拍摄一些镜物产品 非常合适 现在大家很多人在做淘宝店 然后也需要拍摄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 然后这一些精细的产品需要怎么拍出来 用这支灯还是真是不二选择 另外呢在这支灯上有一个最欣慰最欣慰的 也是我们很多营友非常关注的 就是它的便携性以及它的续航能力 那么第一次采用了两种接口 什么接口呢 就是电池的两种接口 那么一种是采用F970 索尼的F970能够直接两块插在后边 然后呢能够给这个灯光能够持续供电 另外还有一种呢 把970的扣板摘掉以后 下边还能够接大微口的电池 我们常见的这种大量大容量的大微口电池 那么这样的话呢 能让你这支灯工作很长一个时间 那么为我们外拍出去 在室外的拍摄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捷 希望通过这个小朵视频呢 您能够对三支灯光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也希望您能够通过这三支灯光 拍出特别特别牛 特别特别漂亮 特别唯美的画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